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進香港和英國方面的一件事件 就是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的行政經理袁松彪 另外還有兩位人士在英國提堂被指控所謂間諜罪等等 上次已經講了整個過程和不同的角度 香港、北京自然就罵英國在這裏炒作建制 跟著就說小題大做 潛意識就說其實大家都在互相做這件事 只不過是怎樣處理 你現在搞到這麽大件事 就是芝麻變西瓜 這個是一個批評的角度 今天就跟進一下 案情我們沒有辦法完全就現在所說的案情 因為案情是在法庭裏面看到的 背後有很多事情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只不過是看一下一些表面現象 怎樣去說明或者印證的其他問題 好了 提堂了 袁松彪始終都是現任的經貿辦事處 但是這次是倫敦經貿辦的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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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負乎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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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换句话说就是经贸办又不想跟他有太多直接 就是显示到某种信息的姿态出现了 你自己抢的不关我事 第三个讯号就是毕竟都是你现在的雇员 你除非现在立刻解聘他你解聘他你自己现在讲不过去 人家都没审你解聘人不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身上有污泥 不过姿态现在转弯放出来是会提供 也都是只会提供两个层次的我会提供的 不过我只是提供的我没进一步做事的 现在建制放回消息出来的 只提供可行的协助什么叫可行的协助 这个任何政治的口语的术语都是任你解读的 这个外国也是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是会提供 也都是只提供可行的协助 所以从这三点公开的姿态里面 开始圈中人尤其是内行的处理外交事务的 大陆也好香港没什么太多人是直接介入处理外交事务的 因为外交不是香港管的那你说有没有人才呢 你都没得管 那如何断练人才呢 意见就可以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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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最大作用都是要北京和英国过招的了 好了从刚才刚才所讲的内容 大家看到第一样东西或者圈中人感觉得到 以致当事人会不会感觉得到不知道 但是这是一个普遍出现的情况就是两面刀 所谓两面刀就保护了自己官方的绝对稳固 然后你对方我会提供可行协助的 我只会提供可行协助的 两个姿态来的 同样一只手掌你说他在说手背还是手板呢 但是这里出现两面刀的一个后遗症 或者你说即时的效果就是为你效劳的 服侍你的 以至为你卖命的 那些人或者同群他们会怎么想呢 你说他们很精宗的 你看过去中外古今历史上很多死事 我不怕自己个人牺牲的 只要为了上级的利益 那我就不怕了 你可以这样的 真是现在中外古今 当时亭柯次秦皇 这些只是不是互相比较的例子 我只不过是说性质你可以是什么的 可以说我放弃他 我抛弃他 对方都不会怨我的 他可以是这样去到一个层次的 但是大家 你说圈中人 有多少是这样想呢 我不知道 也都没有量化 但是从公开的表现里面 大家你就会发觉去到一个利益迸撞 或者不拗言的时候 就会跳草裙舞的了 所以建制都分了三种的 一种叫核心建制 你跳草裙舞都没有能力的 你吃我住我权 你什么都靠我 你跳不到草裙舞的 所以叫核心建制 是哪些我就不知道 是吧 第二是叫做外围建制 有利益走在一起 到了利益碰撞的时候 你都不敢去违反主旨的 因为你要考虑长远你的利益 所以这个外围建制 但是第三种叫做边缘建制 在边皮里面来说 一有利益碰撞 会累了我其他利益 不要了 先跳船 跳船可以上船 所以建制都分三种 那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我都说没有人知道了 但是一定会出现那个坊间 以至圈里面的人 自己去想 我服侍你 还是服务你 还是服从你 是吧 三个服 后面那次不同 层次就不同了 我也不是在说这件事 因为我没有人知道 我只不过是说中外古今 是吧 好了 你看完这一点之后 你跟着你官方如何安抚 现在服务着 服侍着 服从着你的人呢 是吧 这个大家会看具体案例的 是吧 好了 接着 你说 不要紧要 有些东西是不适合说出来的 好 OK 我们采访 或者有些国际事件 我们都明白这点的 不过 你有没有进行外交渠道的解决 这些一定是香港的表态 一定是谈的 中英外交层次去谈的 中国大陆有杀手间 我捉回你几个英国间谍 行不行 等于孟晚舟事件出现之后 中国就捉回两个加拿大人 一个是前外交官 一个是所谓商人 这个是中国说的所谓商人 我引述他说的 究竟 这个本质就是 互相创造自己的牌 你说 大陆会不会捉回英国间谍呢 或者香港 不排除这个可能的嘛 你只是看双方去谈到哪里 如果现在双方可以弹性的 或者你认为英国是炒作的 某个程度上 上次讲过的那些 英国自己怎么想 或者怕出现第二次孙中西事件 这个是没人知道的 或者英国可能真的这样想 或者你说他多心等等 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了 这个问题就是他会做 是吧 那你现在呢 就一定要有没有实力去解决 如果双方要解决很容易 只要有议员 那这件事呢 其实就可以很轻的控罪来的 那 那为什么呢 特区政府可以解释 你说不直接在法庭里面解释 你透过外交渠道可以解释 你看我们现在驻外办事处 不论是英国 在美国 在东京等等 我们特区政府 那些驻外办事处 经常有人请愿 一到六四 除了去中国大使馆之外 都会有时去南京地敲阿门 曾经被破坏过 朱英经贸办事处是被人破坏过的 有闭路电视拍到的 但是好像就没得下闻了 因为 黑色衣服 究竟那是什么人 是不是自己人 不知道的 一定是历史 里面去说 我只是说了各种历史的现象 我没有说任何一样东西 是现在的任何事件 是吧 所以一定是两国 在外交层次里面去谈 香港可以说 这个是绝对有需要的保安 这个行政经理 他联系一些保安公司 是作为这个办事处受干扰的保安 这个内容 是吧 所以 这里就去到一个 就是你可以去处理去谈的问题 关键就是 说不说怎么做 是吧 所以这些是看后续 是吧 所以就是继续观察 是吧 大家都希望可善解决 是吧 好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